泰国遭遇了严重水患 在大象自然保护园区 也进行了大规模撤离 原方捕捉到了这么相当温情的画面 是一群大象在逃离洪水过程 转身呼救了另一头大象 它落单了 主要是因为眼睛看不清 是视障的大象 大家是用声音引导它 还会集体停下来等待 好几只大象在水中行走 洪水已经淹到它们的腹部 只见后方有一只视障大象 被树枝卡住 动弹不得 此时走在前方的象群 转身发出短促的声音引导 还停下来等待视障大象 象群护住涉水的画面 发生在泰国北部一座大象保护区 园区专门照顾从其他地方 被救援的动物 其中不少患有伤病或残疾 由于洪水来得又快又急 许多动物根本来不及逃生 根据路透社报道 这次是该园区史上最大撤离行动 已经有117头大象获救 但还有9头受困 园区创办人表示 大象自然公园内约有3000只动物 除了大象之外 还有许多动物失踪 急需更多的聋子和人力 协助动物转移 大海新闻张力编译 突然 园区创 园区创办人